宝可梦珍珠钻石复合还有一周左右就要发售了 当初因为PV放出的画面太过拉垮 惨不忍睹 引起玩家公愤 众多玩家扬言 实也不满 然而我最近随便打开一家网上的电玩店 好家伙 销量榜第一名 Top1 宝可梦精灿钻石明亮珍珠卡带 400多人付款 然后我又随便打开一家电玩店 还是一样的情况 销量榜第一名600多人付款 说好的 石也不买最终还是变成骂玩技的买 哈喽这里骚病色态 这期视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珍珠和钻石的版本选择问题 到底是买珍珠呢 还是买钻石呢 这个问题是不管你等二手卡带 还是实体版或数字版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算你是土豪想入双版本 也得先了解一下两部的区别 我们先说封面神兽 再说限定精灵 钻石的封面神迪亚鲁家 和珍珠的封面神帕鲁奇亚 一个趴着一个站着 在设定上分别掌管时间和空间 前者时间之神 后者空间之神 这一代的两个封面神的造型和设定 是我全世代中最喜欢的 正如版本名字一般 迪亚鲁家棱角分明 全身闪耀蓝光 正如钻石Diamond 帕鲁家肩部圆环 全身泛着担子粉光 正如珍珠 哎呀这个怎么念呢 英文不会念呢 日本人都念帕鲁 P-E-A-R-L 两者都设计者为大名定者的山森剑 前段时间我重温原版之后 在通关后的人员表中就看到他的名字了 此人非常牛批 宝可梦系列从开始到白晶为止 所有的人物插画都是他一个人完成 并且第六世代的封面神 哲尔尼亚斯和伊佩尔塔尔 同样最初设计也是他 只不过因为后期遇到瓶颈 由大村右界接手创作 Diamond 属性钢加龙 超强的属性组合 在第八世代前 迪亚鲁加是唯一一个有钢加龙属性组合的宝可梦 然而在剑盾中却出现了一个叫 吕刚龙的变态精灵 但是纵使变态如吕刚龙 在迪亚鲁加面前也不得不叫声伴伴 种族者680 特攻150 专属技能时间咆哮 龙系特攻150威力90命中 打完一合格无法动弹 在所有宝可梦中能学时间咆哮的仅有他一人 帕鲁加属性水加龙 大号版的刺龙王 属性同样是680 但是从分配来说却强于迪亚鲁加 偏于特防端 并且多分配了10点的速度 速度种族值100 已经倾快属于中快速和老喷一个级别 专属技能压空烈斩 龙系特攻100威力95命中 并且该技能的击中诱害率 要比普通招式高一级 打完并不需要等一个回合 两封面神特性均为没什么屌用的压迫感 梦特性心灵感应 从种族分配和技能实用性来说 帕鲁奇亚是强人的魅蟹 但是从造型来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趴着的钻石神 你们喜欢哪只封面神呢 是伊迪亚鲁加还是二帕鲁奇亚 搞个投票看一看 然后我们聊聊 钻石和珍珠的版本限定精灵 左边是钻石 右边是珍珠 水系精灵钻石是白海石 珍珠是呆壳兽 两边都萌萌达 右边稍微有点傻 虫系的飞天螳螂 右边大甲 这两个人气就高下力判了 不过飞天螳螂这一代 可以携带金属膜通过通信胶 交换进化成巨前螳螂 只不过这个巨前螳螂 要先交换到珍珠版玩家手中 换不换的回来 得珍珠版玩家输了算 也算是回馈一下 然后是黑暗鸭 右边是梦妖 这两只精灵的话 我感觉真是鸭 进化以后的黑暗鸭比较帅一点 当然右边的人气也是比较高的 只不过进化后造型有点诡异 然后后面是老班 老班怎么对的是精角度 这是不对的 老班应该对的下面这个是暴飞龙 暴龙元 老班对暴龙元 两个准神 这两个就不好说了 这两个人气全都是爆炸高的 所以这两个准神 可能是你们选择版本的关键 到底是选择班吉拉斯 还是选择暴飞龙了 可能就会影响你选择版本 人气都很高 没法比较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珍珠这边 有这个戴鲁比和黑鲁夹 火加恶 看见没有 这什么 吃焰咆哮虎吗 这个精灵等我下期视频 我再具体说一下 然后左边土狼犬 右边地牙海狮 这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说一下这个化石精灵 左边战锤龙 右边护城龙 这两个就有点极端了 一个是攻击巨高 一个是双防巨高 有点像那个剑狗跟盾狗这种区别 左边纯岩石系 右边是岩石架钢系 这个有了钢反而不太好 因为你看看这个波士可多拉 正好这边左边有一个波士可多拉 钻石板 波士可多拉是怎么死的 就是这么死的 严加钢 四倍若格斗 四倍若地面 总之一只很帅的精灵 但是非常容易猝死 然后这两个化石精灵的话 速度都是偏慢的 所以这两个都不适合用来通关 不然战锤龙是挺合适的 之后就没什么 这个什么坦克臭诱 什么东师喵 反派用的精灵 没什么好说的 限定精灵的话 就这些 喜欢左边 就可以买钻石 喜欢右边 就买珍珠 游戏买不买 还是看个人 我个人建议是 没有玩过老板的玩家 是真的可以入 因为珍珠钻石这部作品 三个字 接下来呢 我还会更多的更新 关于宝可梦新作的视频 因为好多玩家 是从宝可梦建筑的视频 关注我的 我不想让他们的关注白费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我可能很多时候 并没有在玩宝可梦 可是新作的时候 是一定会回来的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你的小小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这里 搔饼三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